業務手中交到我太太 到現在我的子女 一切合法建物 合法繳稅 合法申報 而且在2018年 就被拿出來討論過 到現在 完全沒有問題 KTN他針對校園安全 提出了四大主張 其中也包含了黑幫進入校園 絕對是加重刑責 那麼另外呢 他也提到了 他自己是反對Face 他也在問賴清德是否也反對 或者是支持Face 應該要給國民一個說法 那麼另外呢 其實也針對新莊朝土地爭議 以及凱旋院 民進黨在質疑 是否在大群館轉為凱旋院的時候 沒有申報公安 不過侯友宜今天 其實話也是說的蠻重的 他說到了 不要再進行選舉的抹黑 因為這些議題 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吵過了 那麼他也呼籲了 一切都是合法申報報稅等等 也希望民進黨不要再造謠 那麼其實今天呢 針對校園安全之後呢 他也會再前往中和陪同張這輪車嫂 也就是他的選舉攻防 以及陸戰是同時啟動 那麼以上是在新北最新將時間鏡頭交還給紅磊主播